老实实说,各位朋友 我刚才看到一个网友 问有没有人吃过猫山王月饼 我真的很希望吃过猫山王月饼的人 可以快点分享 究竟你们觉得好不好吃 有些人觉得我说得夸张 但是呢 今天呢 特别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昨天就只剩下雨了 那些网友陆陆陆陆上来买月饼 我通常真的心情好 喂,怎样? 吃过没有之前? 吃过了,很棒,所以上来买 其实你问我呢 虽然我今次的表演,今年我买月饼的时候 我又吃过一粒 我吃到,但我也不会觉得好吃 因为我是不吃榴莲的人 但是我问过吃榴莲的朋友 他们每一个都觉得真是很冷静 所以我有越来越大的信心 有些人说咬下去 有些人觉得今年是最好吃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觉得东西都没怎么改变而已 对吧? 我猫山王月饼也买几个水一盒 我猫山王的麻薯 买鸡也便宜很多 这就是道理的 是的 但是其实是有些不同的 我们现在的猫山王月饼 你上次吃过 除了薄皮 这么薄的皮 里面淡淡都是猫山王肉 麻薯那些 首先不是冠冠猫山王 当然好吃 就是在整个东西里面 像鼻屎一样大一粒 我猫山王的猫山王 有些味道 也是不同的 好了 好了